当选预理政长的龚文俊拿到了有选委会颁发的当选证书 龚文俊表示说虽然上任之后有许多建设必须要时间去重整 不过当选是所有预理证明的托付也是责任也是承担 他一定会继续努力来打平 大选结束之后当选政长的龚文俊已经从华丽县选举委员会手中 接下这张神圣的第十九届预理政长当选证书 龚文俊表示虽然上任之后有许多建设政治需要时间去重整 但是当选就是所有预理证明的托付也是责任以及承担 一定会继续努力来打平 尤其是在工程建设这部分 对于过去上级单位核准甚至于公所去研提的很多的计划 很多未完案甚至于就是说还有完案之后 没有办法解案的确实件数非常的多 尽快来让这些合法的这些案子尽快来完案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龚文俊表示将致力兑现竞选期间所提出的政政主轴跟政件 其中包括了农业生产保险 在地青年产业成立公所马上办中心等等 这都将会是龚文俊未来的重点施政计划目标 记者高双双玉丽震采访报道